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什么呢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 Here we go 别忘了三里哦 今天咱们玩的第一个游戏叫做 Radical Relocation 彻底的搬家模拟器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款搬家模拟器 诶 游戏已经开始了 这个是我们游戏的第一关 因为现在咱们玩的是一个demo 所以没有几关可以来玩 这个游戏大概的思路啊 就是我们控制这个小车 然后把这个家具 从A点搬到B点就可以过关了 我们可以看到 咱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是绿色的这个小方块 我们呢是从蓝色的房子 搬到这个黄色的房子 就是你想象一下 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生活很无聊 然后请了一家搬家公司 然后等搬家公司过来的时候 他问你说 我们搬到哪里去啊 你跟他说 诶 你看你看到那边那个房子 没给我搬到那里去 钱不是问题 你给我搬就是了 What 那么这款游戏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吧 可能咱们现在玩的是第一关 所以这个地点比较近 哦 我懂了 这个游戏是我们要去摆放 这个物品在我们的车上 然后这个车它没有后备箱 它就是一个假车 所以我们只能去放一个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它应该是 等一下我们begin以后 就可以开这台车了 看是否能把这个箱子 安全安全地运到这个中点站 我觉得没啥问题 这对我而言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停不下车了 哎呀呀 没关系 我们只花了对马的时间 关卡已经通过了 后面的这个车货现场 是看不到的 那不存在啊 哎呀 我们今天下一关 哇 这游戏好棒 这个第二关嘛 哦 现在我们开始运了 很多很多东西了 一个台球桌 一个箱子 还有一个手提箱 还有一台冰箱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就花这点钱雇了个小造车 帮你运冰箱嘛 话说这个游戏里边呢 我们对这个物品的操控是有限的 它只能会自动地去搬到 然后我们如果想控制它的方向的话 我们只能啊 A键和D键来控制它的旋转角度 不过我觉得这个默认的摆放还是蛮OK的 咱们接下来搬去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哦 搬到最前面那个黄色的房子的位置 那我慢点开这个车 应该没有啥问题 我看到这一关的难点呢 我们要接下来经过一个管弯是吧 我们慢慢地拐这个东西 不会掉下来啊 老司机开车是不是有把握的 哇 掉了 我跟你们讲 我边说话边玩游戏的时候 这不是很行 首先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这个冰箱 其次我们拐弯的话就要拐得慢一点 我们再来试一次 这回我保持我的车速 大概是5厘米每秒 然后慢慢地拐这个弯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比较tricky 其实我们可以踩在草坪上的 我们不用 我们不用去沿着这个道路去走 所以踩在草坪上的话 慢慢悠悠地就可以搬到了 这关还是蛮简单的 我们没有对他去做态度的摆放 耶 搬到新家了 欢迎 哇 这也太突然了吧 我们突然玩的是T8关 这个游戏我们玩的是第一关 第二关和第八关 我先不要吐槽我这个旧家房顶是个瓶的 今天我们要搬的是12345676样东西 一个花瓶 第二个花瓶 一个狗窝 一个抬球桌 另外一个花盆 一个篮球 哇 这个是不是冻起来都会掉了 还有一个书架 我拿这个小赵书 我怎么可能放得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来想一想 我们把抬球桌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狗窝是不是应该只能放在抬头桌的上面 或者是狗窝放在前面这样横着放 这个书架可以怎么放呢 我也想不到什么办法了 只能这样放了 然后这个花瓶 两个花盆 我记得还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花瓶 还有一个篮球 这个篮球怎么办呀 看我稀操一下 这样篮球放在这里可以防止掉下去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开始游戏的时候 至少它任何东西没有倒 顺便放得还蛮稳的 我们慢慢地给它加速 加速 滑落水流 那我要是这样摆的话呢 这样它的受力面积变大的 它有一个缓冲的机会 这样的话应该还蛮可以的 哦 哎 滚住了 花瓶掉了 好的 这样是车头 车头这样摆 车后门就放一个狗 行吧 这样我觉得没啥问题 好 至少启动还是蛮安全的 按了一下油门 哎 花瓶倒了 但是没有掉 哎 太牛逼了 哎呀 哇 这也太难了吧 要不然我们这样吧 我们开车的时候 这个树大概就算倒了 它也只不过是靠在我的车上 那树不会掉下来 这样应该蛮可以的吧 我慢点开 我一点点凑 我四分钟的时间 我着急什么 哦 现在我们行车的时候 感觉还是蛮稳定的 这样 Begin 我觉得这样没啥问题了吧 慢一点啊 慢慢悠悠的 哎 看 知识的海洋 变成了知识的海啸 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玩法 我们只要按空格键 这个书架可以躺下来 哇 我简直太聪明了 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不会掉 什么都不会掉了 掉掉掉了 好的 我们开始开车 可以稍微的车速 可以稍微踢快一点 没有关系 哇 这关突然间变得这么舒服了 什么都不会掉哦 什么都不会掉哦 慢点开 好的 篮球停住 篮球停住 我觉得现在是最稳的一种搭配 除非我拐弯 否则这个篮球呢 是不会掉的 这个游戏它难就难在 不仅你要搭配好 它怎么去摆 而且你开车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这个如果是一款合作游戏的话 我觉得应该一个人设置 把另外一个人设置开车 甚至可以做一个综艺节目 谁输谁是猪 算了 撞碎算了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哈 我把这个篮球放在这里 然后看它启动 能不能掉到书架里 哦 它居然掉进去了 哇 太棒了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哇 这关我可以安安确确的通关了 没想到这个篮球 居然会掉到书架里 但是我在准备的 就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只有进行以后 我才能看到它就有一个重力的 这关我通关了 篮球插在这里 这个花盆插在这里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的 哎 好棒 好棒 这关肯定能通过了 这关我现在就宣布 我已经过关了 我的篮球和我的花瓶 都插在了书架里 因为我忘记这游戏是有重力的 所以只要我们 只要游戏一启动的话 它就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被吸进去 虽然摆放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经历我们第一个弯 还有三分三十秒的时间 我可以大胆的拐弯 因为没有东西会因为这个拐弯的惯性 而掉下去的 拐弯成功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第二个弯 千万不要着急 着急的话这个就会输掉 我们只要有耐心的话 就可以过关 慢点慢点 慢一点慢一点 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已经成功地经历过第二个弯了 现在还有三分零三秒的时间 前面有一个stop sign 在美国的交通里边 看到stop sign的话 哪怕没有红绿灯 这个东西代替红绿灯的 看到这个标志的话 我们就要停下来看左右路口 有没有车 一般在居民区里面是不会有红绿灯的 只会有这个stop sign 这个牌子每个路口都会摆一个 然后车到了以后 谁先到谁先走 但是现在没有别的车来 所以我先到我先走 走6886 过来了 只有两分 两分半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我就成功转过了第三个弯 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老司机了 你们看前面正好 这个非常的真实 有两个stop sign 哇这个 这个怎么突然颠了起来 是我轮胎冒气了吗 哇我好紧张啊 这个搬家公司 我希望能给我摘一点工资好吧 我这么辛辛苦 我的搬家也是不容易 要拿一个小轿车给你搬家 还冒着如此大的生命危险 我别的不多 要多两个硬币就可以了 接下来进行下一个路口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个90度角 依然是两边的stop sign 但是四处都没有车 所以我们自己来开 按照风水学角度来讲的话 前面那个白房子 貌似是一个路冲 大家不要这样去买房子 虽然我们都买不起房子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去买房子 这样的话是会招鬼的 接下来是一条大马路 在大马路上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不翻车的话 没有东西会掉下去的 怎么回事被它点起来了 不要点不要点 稳住啊稳住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只要稳一点的话 就可以到达终点站 这终点站 尼玛到底在哪里啊 是在这个右边嘛 前面右转的话 应该就到了 可是我觉得时间 好像不是很够的样子呀 这个太刺激了 我不能再加速了 只有25秒的时间了 这个太难了吧 五秒五秒 哇那个终点到底 尼玛在哪里啊 只有五秒的时间了 呃到点了 大家请看前面就是我们的终点 我们还有18秒 17秒的时间 哇我好紧张 快快快快快快 我现在不敢加速 只要一加速 这个台球桌肯定会掉下来的 现在保持运速来衔进 我们是否能到终点呢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耶呼 Level passed 哇最后一秒终于破坏了 我们花了三分五十九秒的时间 哇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 但是实在是太难了 这个游戏将来出正式版的话 我一定要挑战一下 今天我是一个合格的司机了 我们看下一款游戏吧 哎接着呢咱们玩的这个游戏 叫做修理工 这游戏比较硬核 但是比较搞笑 这个游戏老板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的机会 这一次不要再和我们的客户睡觉了 世代游戏没有扮演一位修理工 然后很显然 我们的客户很想和我发生一些关系 但是老板的语气是不要再和 说明之前我来司机的时候 已经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了 这一次我只是想安静地做一个修理工 我在手里面拿着一个修理工具 这可能是一个哦 一个扳手 然后看到哪里坏了 我们就来修水管 我们只是来修水管的 可是这个客户 妹子她主动地贴了过来 她贴过来的时候 这画面还会出现这种爱心形状的这种标识 哇我到底长得有多么的帅啊 她居然这么喜欢 我这妹子长得也是蛮不错的 你不要过来啊 哇这个游戏我没有想到 一般游戏都是恐怖游戏里边 我们被一个鬼追着 这里边我们是被一个妹子追着 然后我们要躲着这个妹子 想法完全不一样 光是想想这个设定就已经满受不了 那你不要过来 话说我这个水管根本就修不好了 居然贴了我一口 你要是过来我能敲你 你不要过来 你看到这个东西没 完了她过来了 我离远一点 你不要再过来了 话说她家怎么这么大呀 而且每个水管都冒水了 暗示她美得出 这个到底能不能修好呀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水管到底要修多少次才能修好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门 这个门可以打开 里边有话 老板老板开始警告 你 better do your job over there 哇她居然把帽子脱了 我现在有点好奇 如果站着不动会怎样 他把衣服脱了 我被我被炒鱿鱼了 you got fire for unprofessional behavior but on the job 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太不专业了 所以被炒鱿鱼了 这个妹子来得太积极了 防都防不住啊 不过这个游戏呢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来看下一款吧 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非常抑制的 让人眼前一亮的小游戏 叫做sizeable 这个游戏我们现在玩的是一个试玩版 但是光看一些演示的视频 我就觉得它做得非常的有趣 首先这个标题上面就是蛮有趣的 这个地方把鼠标放到这个小框里边 然后我们轻轻地滑动 滑动这个鼠标的滚轮 然后可以让它变大变小 是的 这个游戏呢是一款变大变小的游戏 我们在每一关里面要找到一个东西 然后通过变大变小物品来找到它 这个是游戏的第一关 有一些简单的操作说明 这样可以调试角 这边是可以把这个是东西变小变大 哦 这边是可以把它捡起来 哦 好玩 只要是这个鼠标有反应的物品 都是可以变大和变小的 真的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组电池 电池变大了 哇 这个车变得这么大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池举起来 哦 是不是把这个电池放到上面去 给它通电 哦 原来如此 还差一个小的 哦 这关看来是过了 嘿 过了 不行 中间的这个有点太大了 好 这样正好可以打开 现在我们捡到了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编号是 仔细看好 好像是三号 现在我们有一号和二号 二号是不是要放在这里啊 然后三号放在这个地方 好了 这关过了 这是第一关 大概介绍游戏该如何去玩 这个呢 是第二关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 啊 这是 哦 这是月亮 这是潮汐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也太科学了 它只要变大 质量变大 潮汐力就会变大 然后这个水就会上涨 变小的话 它质量就会小嘛 然后这个潮汐力就会变小 水就会下降 哦 这个船变小了以后 找到了第一颗电池 电池是应该插到什么地方的吗 这有个大宝箱 宝箱给它变大后 打出一个小宝箱 这是套啊 禁止套啊 哦 这个 哦 找到了 这个是第三号的 最后一号的柱子 插到这里亮了 画像这边有一个口 是不是把电池插到这个口里啊 差不多是这个size 哦 灯塔亮了 来一条新船 然后我们想让这个船 浮上水面的话 把这个球变大 它浮上水面了 我看到了 这边还有一个柱子 这游戏好好玩呢 最后一个呢 在哪里呢 这可真的是难倒我的 哦 这个贝壳里面 竟然还有一个 行了 我们第二关打过了 接下来是不是 下一关 哦 这关是在沙漠里边 上面有三个图像 画了一只狗 一个金字塔 还有一个Ank 就是那什么权势之眼 什么的标记 这边有这个仙人掌 可以变大变小 石头可以变大变小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边还有一棵椰子树 这个就很奇怪 哦 这个树化了 哦 这个树变小了以后 好像是光合作用吧 旁边的沙子水被吸走了 所以这个长出来了 呃 我在瞎说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边有一条一条云彩 哇 云彩面到开始起了暴风 吹走了很多东西 把这三个板块给它吹下来了 哦 把它们变态了 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三个图案 和后边的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是狗嘛 然后第三个是眼睛 这样就可以了 哦 这样打出来的第二个 这关还挺好玩 挺简单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已经看到你了 你藏在这儿 你藏在这里了 Yes 下一关 哇 这真是今天 今年我玩过最有趣的游戏 这关有一个太阳 太阳可以变大变小 变小一点是秋季 然后是冬季 哦 这个有意思 可以变季节的 哎 我们是不是可以 做一个雪人出来啊 我们可以把雪球变得老大 每个雪球可以变得超级大 这个树也可以变得很大 这貌似是我们只能在冬季 才能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换一个季 哦 等一下 我们的雪球换了季节 会变成了南瓜 这个有点意思哦 哦 春天以后变成了 变成了 哦 我懂了 它这个地方是每一个block 上面会有一个标识 说这个上面叫种树 所以我们刚才 在冬天的时候 它是雪球的 正好留到这里边了 因为雪球是可以移动的嘛 别的瓜是移动不了的 然后我们现在解开了 这个题啊 拿到第一个柱子 哦 然后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这个树上呢 找到了另外一棵柱子 因为树也把它给挡住了 难不成我要堆一个雪人出来吗 它真的可以堆成雪人呢 我们插一个脑袋 给它盖个小帽子 这关我们现在唯一没有找到 就是冬天的这个东西 不知道在哪儿 要不然我们开始给它堆成 一个超大号的雪人吧 哎 哎 真的 真的堆出了雪人呢 只能堆一个吧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雪球 我们再晃一下季节 看看有啥变化嘛 哎呀 哦 雪人化掉了 帽子里面藏了第三个柱子嘛 这个好好玩啊 放在这里 这关也过了 哦 这一关 这一关有只小乌鸦藏到树里边了 现在好像没有太阳可以玩 上面有条蛇 哇 这个蛇变得稀大 这么大的蛇 是可以去吃这个树的吗 这个树也变得这么大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树变小 把小鸟弄出来 小鸟飞走了 哎 最后一个柱子掉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放了一只蛇 是不是 哦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边是滑绒道吗 哦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块 变大变小 看来真的是滑绒道 哦 变大了 然后现在是把那个红的宝石 怼到了一个什么里边 现在开始亮了一个灯 它的提示呢 是蛇的这个我还没有拿到 哦 看来是变成不一样的大小 每一层还可以解开新的一层 一共是三层 三层这个滑绒道是吗 要不要给它怼大 哦 这样可以了 这层解开了 然后第三层 第三层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这个 这个框上的红球 碰到那个红球就可以 然后我们第二个已经拿到了 这个蛇的谜题解开了 第三个提示是这个像 金字塔一样的符号 哎 这个蛇是不是可以放在这里 哦 居然真的可以 这边有一个白色的按钮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它是不能调整大小的 不过这个尖 哦 是不是要把它对称下来 把这个尖放在这里就可以 哦 终于解开了 观察要仔细 哦 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 Sizeable by Sander and Bruce Thanks for playing 我希望这个游戏可以快点出一个完整版 真的是玩不够 真的太好玩了 那么今天的三个游戏呢 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享一个没用的游戏设计方面的小知识 游戏中的玩家是如何学习技能的呢 游戏设计师Daniel Cook 曾经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则 首先玩家执行一个行为 接着游戏的系统进行一系列的演算 得出这个动作产生的结果 然后游戏把演算的结果传递给玩家 进行一次反馈 最后玩家会得知 原来这个行为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而这一个循环呢 被它称作为技能原子 我们来打个比方 在超级马里奥里 玩家按下手柄上的A键 游戏系统进行了一波演算之后 屏幕上的马里奥就跳了起来 这个跳跃就是一个反馈 玩家由此而得知 按A键可以跳跃 在刚刚我们玩的游戏里边 我们执行的动作就是鼠标上的滑轮 我们往上滑以后 游戏进行了一波演算 算出的结果是 上滑可以导致物体变大 然后游戏通过视觉上 直观地传递给了玩家 我们看到了变大的物体 我们得出了结论 像上滑滑轮可以使物体变大 同时物体变大以后 可以产生机体的变化 我们得到了第二层信息 就是变化的物体 可以产生机体的变化 一款游戏里呢 有千千万万个 数不尽的技能原子 所以下一次玩游戏的时候 试试看你能发现 哪些技能原子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一店三连哦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 新系列的话 就多多点收藏吧 收藏速度要不出而言 特别重要 简单说就是 收藏越多更新越快嘛 给我一点东西啦 谢谢大家 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